大家好,我是Stan 在苦俊牛与大S童话班的故事发生后 有关大S甚至是小S的消息 也常常会收到韩国网友们的关注 而今天大S前复出轨照片散播谣言的消息 一度登上了韩国演艺新闻的热搜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 台湾狗仔公开了王小飞出轨的照片 一直以来王小飞都有被质疑出轨 但是都没有过直接的证据 所以在两根照片公开后 马上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王小飞也迅速在微博留言 S与我商谈离婚为去年2月份的事情 此后我多次往返两岸处理婚姻跟生姻问题 隔离5次 期间因情绪问题的确出现过酒后试探 照片也为朋友所判 在此向大家道歉 至于台媒狗仔说出的出轨多位女子 更是子虚无有的事情 我已经委托律师团队在台湾提起诉讼 然后过不久 王小飞突然删掉了大S的S 也对台湾狗仔队表示会进行对应 结果 你好终于面对了 来吧直球对决 近期我将曝光手中证据 请你跟律师好好相读 本人过去没有律师陪伴下都是零败诉记录 去年2月商谈离婚 并不表示没有婚约 再玩文字游戏真的就太不成熟了 你给不了交代 我一定给大家清楚的交代 我希望到时候曝光对话讯息 你不要想不开 可能是感到不安的王小飞 突然上传了新的贴文 我本人王小飞不想再让任何人勒索了 总之就是说了一堆自己很委屈的话后说了 结婚期间 许席元长期透过他人处方服用维京药物 每月还要我给药方100万台币 他几次精神出现状况都是本人在旁抢救 不多说了 没过几分钟 王小飞就删掉了这个内容 对此在离婚之后也很疼王小飞的S妈表示 我们是正常的家庭拿来的维京品 启元自从生儿子之后 癫痫复发 他长期吃抗癫痫的药 也因为压力太大 他有吃医生开抗压力的松弛剂 这两种药都是医生开的药 不是维京品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真的是个疯子 18家伙 为了想要平息自己出轨 利用孩子们的母亲 前妻来造谣服用禁止药物 你还是个人吗 疯子家伙 现在在说你的出轨 为什么突然说狗话呢 许席元不要再受伤 跟苦君友一定要好好过着 这男的太没出息了 因为你许席元不想要公开的事情 也要被公开 孩子们也不晓了 应该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当爸爸的怎么能正服得性呢 最起码要闭上那个嘴巴 哎 学习院的婚姻生活是有多痛苦了呢 对于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成员们各占C位时候的样子的贴文 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首先是何云津C位的时候 Kazawa C位 小樱花C位 Kimchewan C位 红红且C位 那么大家觉得谁占C位的时候 队形最好看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K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感谢观看